好 昨天李嘉芬除了講 他把這個違法農舍賣掉 讓大家 事實上我在他前一天 跟第一次復出的謝國良同台 幫他發言 謝國良還一直在講 就像之前的追蹤器 幫他辯護的人 其實是透過群組 知道追蹤器是裝在隱形上 後來被否認每個都變豬頭 應該回到國鎮大陣上 不要每天纏鬥在那一堆鳥事 這一堆鳥是誰搞出來的嘛 比方說你去美僑商會 開放給記者的十分鐘 是讓他使用兩分多鐘 那是一個向大眾闡述 也許你閉門會議講得很精彩 我們不知道 但是你那個十分鐘 是一個闡述的機會 學生 保護保護 檢查你的車 沒有記者 離開 你講那個東西 是要呈現總統的高度 還是要讓大家談鳥事 追蹤器 擺明了害了一大堆 幫你辯護的人 我親眼看見 到時候說沒有啦 那個是我們感覺 幫你辯護的那些人 現在以後 只要再出來講事情 你把追蹤器 親眼看到講清楚了沒有 公信力摧毀掉 而且事後好像還打電話說 這件事情不要再講 有不能說的苦衷 這就尷尬 這整個事情 你注意看韓國瑜 不要講太遠 最近這兩個月 都是自己製造鳥事 來扳倒自己 民進黨沒有發動任何攻擊 然後呢 剛才講專業的部分 我要提一下 別人講不專業 找律師或建築師來講 也許可以 李嘉芬跟他弟弟 跟他爸爸李日貴 七屆的現議員 自己家裡有 自己家裡面有營造廠 自己家裡面有建築公司 可以說不專業嗎 當民意代表掌握的是 比一般民眾大的權力 當民意代表以外 也當建商 當營造商 當砂石商 然後自己擁有的這樣的農舍 另外還在蓋房子 如果說用不專業 例如說年輕人創業 門口經常買起來 很多人不小心會買到違章 或者說我付的錢 實際的評數跟外推的評數 也許一般人可以說不了解 但是對一個要選總統 或者已經當上高雄市長 或者一個家族 在地方翻營賦予這麼久 要用不專業把它推過去的話 那不專業可以賺大錢 我覺得這個是 真的是很厲害的專業 最後一個就是說 在昨天李嘉芬除了講 他把這個違法的農舍賣掉 要讓大家瞠目結舌 事實上我 也就是說 自己打臉自己的 也就是說你 你自己的群組 或者自己的內部派出來 替你發言的人 就在你開記者會的前一天 還在狀況外 一個小團隊的領導是這樣子 那市政跟國政怎麼處理 一旦 皆是在這樣的 很食べ物 叫他 叫他 他 尤其 人 對 人 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